可是今年二月的那一刻 我覺得我不能等了 爸媽等我太久了 來 媽媽 我跟你們說 媽媽說什麼 這間房子我買下來了 等一下 等一下 爸爸 媽媽 歡迎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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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歡迎你家 這是我們家的我們回家房 你好棒 我也覺得 你在看我 這裡就是我老家的巷子 是真的 真的 那條巷子 就是那條巷子 牆都是一樣的牆 一樣的 然後你剛用手機給我看了一張 那一張更深一點 我的老家從這邊進來 但是要往那邊去 經過一個摸乳巷再左轉 才是我的家 而你現在手上拿著鑰匙 接下來就是要告訴我們 這一串鑰匙的故事 我不是我爸當工作室嗎 然後 後來我就往東區去了 那這個房子就有機會改建 那我爸爸媽媽有兩個選擇 一個就是你可以再付個一千萬 就可以把它保留下來了 那或者是你賣斷 可是那一 今年二月的那一刻 我覺得我不能等了 我爸媽等我太久了 然後我就開始很積極地找房子 開著車萬華繞繞繞 一直沒有辦法決定 然後我就找朋友陪著我來 在繞到這裡這一區的時候 我就說你停車好嗎 那個時候也水逆 我說你停車 來來來 那時候也水逆 他這樣看著我 所以這間房子是 我說對呀老家改建的 那你為什麼不買這一間 我跟你講這一棟樓 唯一一戶沒有住過人的 不是在等我是什麼 他是個空屋 他在等你 你看我第一眼感覺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怎麼會有人買了一間房子 十二年不住 然後他五年前就開始賣了 可是他不願意賣給隨便的人 然後我就覺得 當我後來我當然買到了 所以我今天能夠帶你來 所以我們就有了一個安排跟企劃 就是騙媽媽說我們要來拍你的節目 那個時候已經約到你了 你已經約到我了嘛 這是我們的老牆 對 老牆 老牆 你們這裡怎麼樣 好厲害的 這一間就是我們的房子買一間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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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媽媽 好 我跟你們說 欸 媽媽說什麼 這間房子我買下來了 沒有沒有 爸爸媽媽 歡迎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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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們家的我們回家吧 你好棒 我也覺得 你在看我 你真的很棒 你真的很棒 真的很棒 那個時候我還在跟我媽弄 是我的學生或我的粉絲都知道我很愛開我媽玩笑 消遣她 其實這是我們感情很好的證明 但是 那也是一個受傷的小孩在找各種方法 發泄也好 治療也好 大概三年前吧 我開始放下 所以我開始動念頭 找房子 以後 到今年 我的頭突然有一個聲音跟醒過來 然後有一間房子居然在這邊已經等了我十年 有一天 我在 我在跟她槓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已經五十幾歲了 是 謝謝 她就忽然說 她說妳知不知道我很怕妳 那一刻 我就忽然意識到 什麼 妳是媽媽耶 妳怎麼會怕女兒 再轉念一下 不 我不是女兒 我其實是個怪獸 我一直在生她的氣 我一直在 逼她當我心目中的那個媽媽 那一刻我就醒悟了